这位学生的投诉 他说他带早餐到学校 到门口被教官拦下来说 你这个奶茶不能带进去 放在警卫室放学再去拿 而且如果超过一份早餐 也不能带进去 他觉得很奇怪 如果一份早餐吃不饱 带两份不行吗 或者基于同学情谊 帮同学带一份不行吗 而对此校方回应 这么做是避免要造成 不必要的麻烦 什么叫做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来看这则报道 学生拎着大包小包 走进校门口 右手好像还提着些什么 仔细一看 几杯饮料和食物 原来同学是怕被警卫发现 才会用外套把外食藏起来 你们学校不能带饮料进来 你衣服里面包的是不是饮料 因为学校禁止 带太多份早餐和寒糖饮料 收到学生投诉 自己带着早餐进学校 却莫名其妙的 被教官给拦了下来 因为教官说奶茶不能带进学校 而且一人只能买一份早餐上学 规定实在太不人性化 如果今天都快饿风了 教官还要没收我的早餐吗 两份OK啊 因为我也有看他们带很多份啊 没有听说不能带很多份进去啊 有哦 有是吗 是不方便讲啊 近代寒糖饮料 学校贴出报纸内容 刊登在校门口 但超过一份早餐 就不能带进学校 对此校方说 是怕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卫生考量啦 因为就是托同学去买的话 到时候如果造成集体式的这种 肠胃的不适应的话 那到头来还是我们学校这边要该挂承受 不过这些规定看在学生眼里 还是有些不合理 校方恐怕还是得好好和学生沟通 取得共识 记住李人民币王医院台中采访报道